第十五篇短文的题目是 圣经对我说 关键句 基督徒的容生 从信靠神时就开始了 耶稣是生命的良 让圣经帮我 和睦家庭 和睦社交 今天参加星期六早晨八点到九点的 弟兄团契 圣经对我说 信靠神的人有容生 基督徒受洗 信靠神 相信神 有容生 这个容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死了以后开始 还是信了就开始呢 答案是信了就开始了 信了就是新造的人 圣经还说 耶稣是生命的良 人离不开水 离不开良事 而圣经这本书 就是基督徒的灵粮 圣经 还告诉我 恩待周围的人 耶稣来到世间 带着满满的恩典 耶稣是基督徒的榜样 基督徒之间 家庭成员之间 互相扶植 互相尊重 互相建立 互相理解 同为肢体 互为担当 实时仰望神 渴望神 持守受洗时的初心 持守受洗当时的盼望 保持初心的火热 永远记住自己 该做什么 有神的话语 有圣经带领 我们的家庭 有圣经来指导 作为生活的准神 让平安 喜乐 忍耐 宽容的心 融入自己的生活中